你知道吗? 唐晨在允落前特地给唐三做了三件事 并且这三件事对唐三有着深远的影响 那么你知道都是哪三件事吗? 老规矩 把你的答案打在宫廷上 看看你猜对了没? 别忘了动动发财的小手 给小编我长按点赞三秒 太感谢了 喜欢斗罗的记得点个关注 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 众所周知 随着浩天宗的加入 唐浩唐孝两兄弟霸气解决掉六大供奉后 嘉林关首次大战落幕 而此时的唐三也意识到自己与供奉殿实力的差距 毕竟他们的精锐千刃血还没有出现 所以在离开战场后 唐三没有迟疑 直接前往海神岛 希望完成接下来的考核 继承海神神位 可等到他到达海神岛 才发现他的曾祖唐晨已经陨落 而从波瑟西的口中得知 唐晨在陨落前为唐三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毕生的修为 全部注入到修罗魔剑中 这也使得修罗魔剑发生了质的变化 直接晋升为超神器 飞三叉景和天使神剑所能抵御 第二件事就是主妇波瑟西将修罗魔剑传给唐三 我们都知道唐三虽然唤醒了唐晨 但是长久被九头蝙蝠王侵蚀的唐晨 身体已经破败不堪 无法继续支持这威力无比的修罗魔剑 所以传给唐三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件事就是留给唐三一次传承修罗神位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唐晨已经完成修罗神考天八考 而他又将自己毕生的修为注入到修罗魔剑中 这就意味着只要获得修罗魔剑 就等同于可以继续传承修罗神位 而且只需要完成最后一考就行 所以唐三也就获得了一次继承修罗神位的机会 虽然唐三最后还是选择传承了海神神位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布什的大结局 唐三还是继承了修罗神位 成为了斗罗大陆上唯一一位拥有双神位的人 不得不说三少是太偏爱唐三了 对此你怎么看